好 我们谈两岸关系 我们一开始呢 先拉高一点层级来看 从第三方的角度来看 我先请教一下张老师 因为我们看到 在11月份 美国大选即将要进行 但是呢 最近川普跟拜登 两个人的谈话呢 还蛮有意思的 我们看到呢 这个拜登在接受 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 他再度的表达 不排除武力保台 那看起来这段的表态 是蛮清晰的 但是不是呢 有人认为 其实美国对台的态度 还是相当的模糊 那另外还就是川普 他在一场的闭门的 募款餐会当中 他对了台下的金主说 如果他说上一次 我是他担任总统的话 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或者是中国大陆 入侵台湾 他将分别轰炸俄罗斯 还有北京 老师怎么看 两个人是一个 政治的语言呢 还是说他们对台的态度 有一些新的战略 当然啦 作为一个美国的总统来讲 我们不能够说他信口吃黄 但是如果站在台湾的角度来讲 这种消遣台湾的话 真的就像一个渣篮 讲话是不负责任的 那当然 比如说每次你也知道 拜登现在是第五次说 要武力保回台湾了 可是前面每次讲完以后呢 国务院出来帮他解释一下 我们还是坚持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点点点点点点 所以说换句话说 他今天讲的话 其实对美国的国务院来讲 也不见得是百分之百的配合 那为什么说 当然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政客 可是我说对于台湾来讲 其实你是个渣篮 为什么 因为你讲的话 太多的条件在前面了 比如说你说这一次他谈话 他就说如果北京单方面的改变现状 他就应该叫如果北京单方面的改变现状 那万一是台湾呢 台湾赖清德搞台独啊 那到底怎么样叫做改变现状 依照赖清德五二龄谈话来讲 其实他已经把台独讲得明明白白的 逻辑来讲你已经搞台独已经改变现状了 那个情况下美国是不是就可以不负责任了 那第二个呢是说美国不会不防卫台湾 不会不防卫台湾 这种讲话其实是保留非常大的空间了 还是属于美国模糊的处理的方式 第三个他什么叫做防卫台湾呢 我们在防卫台湾呢 人家问他说那我请问一下 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派兵过来啊 美国防卫台湾 美国用军力防卫台湾 跟美国派遣陆军来防卫台湾 其实不一样的概念 基本上呢他这个也是模糊不回答 那再过来讲怎么叫做防卫呢 防卫是你出兵帮助台湾呢 还是你只是提供情报呢 还是你卖武器给台湾呢 还是呢你分享各种的资讯给台湾 这都叫做防卫台湾 所以我的看法说 今天我们台湾把自己的命运 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美国这些政治人物啊 你也知道信口开河 那选举的时候爱讲什么就讲什么 讲完也不会负责任的 以前就讲过嘛 选举时间所讲的话 其实日后都不必兑现的 再加上两岸关系 我们常识来讲 美国对台湾的出卖 可是斑斑可考啊 美国在全世界也是一样 你看阿富汗 说走就走 说撤就撤 越南不是同样吗 甚至在1949年的时候 中华民国政府 还没有被美国出卖过吗 所以我的看法说 这种渣男的严禁啊 我觉得我们的民众 一定要看得非常的清楚 而更可怕的有些人 还真正告诉老百姓说 你要相信这个渣男 这个渣男一定会来保卫台湾的 一定会出兵武力来维护台湾的 那我觉得你跟渣男 还在替他背书 请问搞什么 民进党就干这种事啊 很多台湾老百姓不清楚 也在干这种事啊 所以我的看法就说 我们面对台湾自己的命运 自己的前途之后 头脑一定要非常的冷静 如何把两岸关系 从敌对变成一个和平 这才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 而不把自己的希望 完全压在美国的总统 拜登或者 那个川普的身上 随着他们的讲话 就自己觉得很嗨 那我觉得那你自己 把自己害死为止了 好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 介大使 因为我们看到拜登 最近的再次的公布 也说第十四次的 这个公布的对台军售 这次是三亿美元 那这次的军售呢 警戒就像我刚刚说的 他的这个武力保台的宣布 所以这两个之间 是不是有紧密的关系呢 那当然有紧密的关系啊 刚刚张老师也提了 就是说他用保卫嘛 防卫嘛 那防卫的定义是什么 他没讲得很清楚 是 对 他有很多种方式来防卫 那提供武器也是一种防卫 那拜登政府甚至川普政府 事实上对台湾的军售 都比过去几任总统 他的尺度跟他的数量 都大了很多 不过基本上我觉得 就是说你要看拜登的这些 给予武器的内容来看的话 基本上是打这个城镇保卫战用的 是在台湾岛内进行决战 那很多是补充这个武器 比如说他们这个华府的一些智库 还有这些防卫界的一些人士 常常讲说 那个刺针飞弹跟那个标枪飞弹 要赶快补上来 刺针飞弹 标枪飞弹 打不到十公里以外 那都是近距离肉搏占用的东西 向占用的 向占用的 所以美国事实上他未来 台湾如果就是说两岸 在发生这个军事冲突 他所希望的那个战争的形态 冲突冲突冲突形态 是用台湾岛做兼壁亲野式的 拖住解放军 然后进行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种缠斗 那也就是现在的乌克兰式 乌克俄乌战中的乌克兰方式 就是用这个乌克兰的土地 来变成一个怎么样 来变成一个拖住俄罗斯 让俄罗斯很难拖身的一个 那现在的美国的给予的武器方向 也就是往这样 那所以我认为这个提供武器 才是最真实的想法 就是说这个行动比言语重要的多 我们只注重他讲什么 尤其像美国这种 那种所谓美式民主下的政客 他的言语美国人都不信 我们在这边隔了太平洋 我们在这边把它当作一回事 美国人都会觉得好笑 那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尤其在今年的选举年 拜登跟川普两个人的语言 基本上都是为了自己 在争取美国国内的 在十一月总统大选的选票用 那么选完以后 这些话就没有意义了 那可是呢 这个就变成作为一个霸权国家 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所有外国发生的任何事对美国来讲 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都要对美国这两位政客 自己的选举有利 那现在拜登是可以控制这个情况 那川普他是怎么样 他是可以用他的语言来刺激选民 对他产生一个良性的好感 那我觉得川普的那一句话 就是说他要轰炸的事情 你要必须要知道 他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环境下讲 他是在一个闭门的募款餐会里面讲 他公开他不会讲 因为这个闭门募款餐会 事实上他讲到一个非常 他触碰了一个很很敏感的 是美国人要跟大陆跟俄罗斯这个交火的问题 这美国社会会很谨慎的 所以听说他讲出去以后 事实上很多金主就决定不捐钱给他了 缩手了 就缩手了 因为他底下的金主有一些可能也是华人 也是华人 另一方面也不愿意看到战争 对谁喜欢打仗 美国人打仗都是打得赢的仗 打不赢的对手他从来不敢惹的 尤其最近拜登也讲了好几次 就是俄乌战争的时候 要不要跟俄罗斯冲突 拜登一直讲 我们不会跟一个核子大国冲突 那这个世界上有三个核子大国 美国 中国大陆 俄罗斯 那你想他会跟中国大陆冲突吗 而且我想我们在台湾 我们台湾人要有一个认知 就是说 美国人 为什么要替台湾流血 是 对不对 这个美国人的命比台湾人的命值钱多了 美国总统要对美国的老百姓的 这个生命负责 那他除非你看过去大概20年 美国修理的国家 都是在军事上 国力上跟他差别 非常大的国家 他才会出兵 其他的时候 在上个世纪冷战的时候 都是透过代理人 去跟俄罗斯冲突 那这种代理人战争的话 我想的话 就是基本上 现在美国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代理人 就是乌克兰 那么另外一个他主要敌人呢 你想想看 谁是他最佳代理人 他以中国 以中国大陆为对手的话 最佳代理人是谁 谁是傻瓜 谁就去做那个代理人